本莊東這個地方呢 之前其實有在粉絲團跟大家介紹過 這邊以前呢 是專門是這種中低層住宅比較多 すみません 那到後面呢 就開始蓋這種 大樓 尤其是在這邊蓋很多那種 超級高的那種大樓是蠻多的 以前的話呢 主要就是以這種中低層住宅為主 所以其實有些人會買這邊當作民宿 是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方便的點 我們如果往那邊走出去呢 馬上就會是車站 我剛剛有稍微跟這一間的老奶奶聊一下天 它這一棟的話呢 是二戰時期的時候的房子 所以這邊的房子 老舊的房子呢 跟新的房子是整個交匯在一起的 那老舊的房子都是以這種中低層的 以為主 那後面呢 那後面呢就開始 旁邊全部都是蓋這種大樓 這個大廈呢 都是後面才有的這些產物 我們今天來介紹的這個物件 它是三千多萬 是位在本莊東的一丁木 那這個位置非常的好 這條走出去就是車站 所以論位置來講是非常的好 那又帶車位 這次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房子 進來之後 整體感覺都還蠻漂亮的 這是二十多年的房子 大概二十五年左右 是平成十年 平成十年也就是 1998年的房子 1998 鞋櫃還蠻大的 其實一家四口的話 我還是覺得夠用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小鞋櫃 上面還有一個放包包 或安全帽的一個空間 也是很不錯 有小朋友的話 這個空間可以剛好當成 小朋友自己的寫櫃 上面剛好可以像屋主一樣 放個小盆栽 或者現箱等等的 做些裝飾 好囉 那我們就進屋子看看吧 一樓的部分有一間廁所 跟一間和室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這邊的 這間廁所 廁所裡面其實是還蠻乾淨的 那只是它不是免制馬桶 是一般的馬桶 可以自己去做更換 上面的部分是有個對外窗 只是上面是樓梯的關係 會有點小壓迫 接下來是這間六鐵的和室 和室的空間看起來還是蠻寬敞的 這間和室的話有一個擺電視的空間 那旁邊還有一個收納 這個和室的收納空間算是比較小一點 因為畢竟旁邊還可以再有空間來擺設東西 然後這個窗戶的帳子 就已經破掉了 所以要去做更換 這個百元店都買得到這個帳子 或者是請人家來弄 也都可以 那百元店買帳子的話 其實上面也都會說明要怎麼去做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上樓看看 這個壁紙也不是新的齁 所以它還是會感覺到有一點 就是使用過的痕跡 你不能說它很舊 因為它還是感覺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只是你就看得出來 它就是有使用了痕跡 這樣子 二樓走上來之後 這裡還是一間廁所 樓上這一間就是免治馬桶了 那一樣都有對外窗 整個設計感其實也都還蠻不錯的 那壁紙一樣也都是直接可以使用 不用換 然後上面電燈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客廳的部分 客廳是石鐵的空間 其實還是算蠻大的 那整個採光也都還蠻不錯的 從二樓開始採光就不錯了 這個陽台的採光是朝南面 所以我們是朝南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水區的部分 水區室內的洗衣機放置處 再加上一個洗面台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可以做收納的地方 整體感覺還是蠻OK的 可以直接做使用 再來是這邊浴室的部分 浴缸 然後加上淋浴 一樣有自動放水 然後跟對外窗 整體感覺還是挺OK的 光線也是很明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收納空間 裡面這些夾層的話就可以放很多備品 那收納的話我覺得也是算蠻好處理的 如果有這個小收納空間的話 這邊是放洗衣機的空間 現在日本人還是比較喜歡把洗衣機放室內的 畢竟不會髒掉 台灣現在不知道放室內的多不多 那放室內的好處就是我洗澡的時候 直接把衣服丟到洗衣機裡面 然後就可以進去洗澡了 還蠻方便的 接下來來特寫一下這個洗面台 洗面台剛剛跟我說 它還很用 還很耐操 還可以用 這邊有一個小的空間 可以放一些比較怕潮濕的東西 放在裡面 下面這邊也可以放東西 感覺狀況良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客廳廚房的部分 在邊看的時候邊來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想介紹這個房子 其實本莊東這個地方 很多房子這種一部件 它都是不能再建的 那又或者說沒有車庫 那這一間是有車庫 而且它可再建 所以整體的感覺呢 我就會覺得 這個蠻值得介紹的 這一間房子是3480萬 我覺得是還算蠻值得的 如果說在本莊東這個地段的話 離車站只要走路3分鐘 而且又是南巷 再加上它是鐵骨灶 它不是木灶 那這整個東西評估下來的話呢 這一間3480萬確實是有它的價值 而且它又是1998年的房子 我個人認為是 在日本的這個中古屋市場來講 還是算很有競爭力的 我們來看一下陽台的部分 陽台外面光線還是蠻不錯的 那這個陽台其實真的也是不小 我覺得一個家庭來講算OK 蠻夠用的 接下來我們上到3樓去看看 這個房子比較特別 我大部分介紹的房子 都是只到3樓比較多 那這個房子呢 它其實是有到4樓 4樓的感覺比較像是 那種頂樓的隔間 總共可以當作是有5間房間 所以房間數真的是還蠻多的 這裡如果做民宿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也蠻適合的 而且同一條街啊 這個同一條巷子裡面 做民宿的也是有 所以還真的是 一起來競爭一下 還蠻不錯的 首先進來這一間是四鐵的陽室 哇四鐵就真的非常小了 普遍來講小的話也是4.5鐵 那這一間四鐵的話 真的空間感 感覺真的就不太好 自己住的話 可以把這一間當作是收納空間 收納間 如果說你做民宿的話 把它當成是兩人房 也是OK 也都可以住 最後再來幫這個小兒精 小兒巧 小兒牆 這個房間呢 來做最後的特寫 接下來 旁邊這一間是5鐵的陽室 5鐵的陽室 那有沒有壁紙都感覺有一點舊舊的 這個要換啦 這邊的壁紙我就覺得要換一下 會好一點 雙面採光 5鐵的陽室 那這邊 這裡的那個衣櫃啊 就有一個破損的地方 這個是可以用泡麵去做修復的嗎 喔 常常看那個抖音 人家用泡麵再修復 這個收納空間還是有一點小一點 但是 如果說你自己去買一些收納也是滿OK的 然後上面那個是冷氣孔 但是我無法理解的是它另一面 欸 又有一個是裝冷氣的地方 如果知道原因的話 也麻煩再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是第三間房間 第三間這間呢 是4.5鐵的陽室 看起來空間感覺是滿大的齁 那也是雙面採光 然後這邊冷氣孔 裝冷氣的地方 它裝冷氣正常是一個孔啊 它怎麼都是打兩個孔 這點也是很奇怪 然後打開 這邊也是一個小的儲藏空間 接下來我們去最後一間前往4樓去看看 4樓這邊呢就只有一間房間了 那4樓的話呢 它收納就比較大一些 我們上來看一下 這邊就比較像是屋頂頂樓的這個隔間 這邊是一個酒鐵的空間 酒鐵的還蠻大的 那這邊裝冷氣的地方就比較正常一點 現在來順便說一下這個物件的主要資訊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物件是3480萬 那它的土地呢是43.33平方米 一樓的部分是33.42平方米 二樓的部分呢是30.47平方米 三樓的部分是35.13平方米 四樓算是頂樓的隔間 總共是酒鐵的空間 在藤本上面的房子總面積是99.29平米 那我們稍後再帶大家逛一下物件的周邊 Let's go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下這邊周邊的環境囉 從家裡這裡有一條小巷子 走出去之後其實是到了隔壁這一棟公寓大樓的腹地 走出去之後很快就可以到我們的車站 好我們現在出來了 那右手邊這個外面就是大馬路 走到大馬路之後呢 左手邊前面就是車站了 現在前面看到有一個很高的那個建築物 那邊都是車站的範圍 其實我們這裡也算車站的範圍啦 因為畢竟從物件走到那邊走路也就三分鐘 從這裡開始你要吃的 要喝的 要玩的 其實都很方便 前面就有卡拉OK 有沒有 然後前面又是7-11 那這邊又有很多拉麵店 還有你要剪頭髮 你要看醫生 全部都在這裡 車站的路口就在這個位置 離我們的物件確實是挺近的 這邊還有全大阪最長的商店街 我們就稍微去商店街那邊看一下 那這邊也是有麥當勞 然後旁邊還有個板級的超市 基本上你在這邊整個生活品質啊 是非常高的 你要什麼有什麼 應有盡有 這個地段 前面這個 紅色的招牌 就是我以前打工的那個家庭餐廳 在日本是最大的家庭餐廳的連鎖店 這邊還有位置圖 這並不是整條的位置圖喔 這其實商店街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其實它這邊也不可能去把全部寫出來 那就告訴你一個方向 一邊是往天滿車站 另一邊是往天神橋六丁木車站 天神橋商店街是很長很長 所以你如果跟朋友說 我們約天神橋商店街見面 你可能會找不到他 你一定要跟他說 我在天五 或者是我在天八 我在天六 之類的 這樣會比較好找 裡面就很熱鬧了 壽司店 然後旁邊剪頭髮的 賣書的 很多 右邊是電信行 AU 不是AW喔 之前有人來日本找我 跟我說 我在AW 你趕快過來 我不知道AW是什麼 我知道AE 然後現在這邊是一間大國藥裝店 是日本比較平價的連鎖的藥裝店 大家來日本的話呢 可以找大國藥裝 會比較便宜喔 好的 那今天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今天很久 你們再次見 我們下次見 這個 See you 要請 阿南 DV CharlieDun 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グッドボタンも押して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他の動画も見てね バイバイ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